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数以千计的实体商店已经关门,一些零售商店仍处于破产边缘,但现在就宣布零售业已随风而去,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美国人已经开始重新回到了实体商店购物了。 据美国Band Bulletin网站报道,老牌的实体零售商巨头们正面临多年来最好的销售增长,实体商店强劲的收入增长,美国强劲的经济和消费者们的乐观和自信。 美国人的钱包里装满了从川普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中,获得的更多的现金,他们一直都在进行着更多的消费。 这种实体店的繁荣,也反映出了3.5万亿美元零售产业的广泛充足,数量变得更少的零售商店,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那些已经学会如何与能够轻松和及时获得购物满足的网购进行竞争的商店,已经开始蓬勃发展,而那些未能与时俱进的商店都正处于破产或激临崩溃的边缘。 市场营销学教授,沃顿商学者杰伊贝克零售业研究中心,前主管巴巴拉卡恩,巴巴拉卡表示,这些成功的实体零售商没意识到了,亚马逊已经永远都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我不应该为购物而费那么大的力气。 许多成功的实体商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向快餐餐厅,和汽车旅馆门保吸取经验。 零售商店塔吉特的购物者,可以在他们的手机上订购防晒装或者Dokey Dokey Unicorn T恤,然后把车停在停车场,马上就会有人把这些订购的东西送到他们的车上,无需下车。 在美国高档时装零售公司诺德斯特隆百货商店,当顾客在退货时,可以把要退的商品扔进一个盒子里即可。 沃尔玛雇佑了2.5万名个人购物者,为可以在路边取货的顾客选购和包装日用商品。 最近几周,上述三家零售商均报告称,该季度的销售增长高于预期。 现在Tunit商店门前的车流量和在线网站的流量的增长,已经达到了自该商店10年前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快速度。 末日论者曾预言着,以亚马逊为首的在线购物,将会在某一天征服所有的实体零售业。 在去年,随着关门的实体商店数量创下记录,更让人相信实体零售商们无法幸免于难。 但现在,实体商店关闭的步伐已经放缓,因为最无力可图的商店已经关门,最薄弱的公司也已经倒闭。 根据零售分析公司Coresight Research提供的数据,在2017年,美国各地已经关闭了近5700家商店。 今年期间为止,已有4480家企业倒闭。 美国零售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次二月份以来,平均每月先增约5万个零售业工作岗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